我们人痛苦之一就是活在后悔当中 其实一件事情发生了不要去后悔 佛经上说佛也改变不了过去 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佛也会接受 佛会说我改变不了因果 但是人却不接受地说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不可能的嘛 人这么说并不是不想思考和改变 而是因为内心的执着不接受的态度 犹如看见一个小孩子在院子里玩玩具 一不小心把玩具砸在地上碎了 小孩子会哇哇大哭 一边哭一边会抗议 我不要他摔碎啊 我不要他塞碎啊 而大人就知道这个已经是过去了 婚姻也是这样 很多人婚姻失败还沉迷在痛苦当中 我不要他走啊 他不应该离开我呀 一直让自己痛苦 别人伤害自己一次 自己在家中要伤害自己一百次 所以生活当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破碎 人难免会为人生的破碎而上行 当生活中发生感情啊 钱财啊 各种破碎的时候 我们许多的成年人就从儿童一样 板不说 我不要这样啊 不应该这样啊 实际上 他们只是内心的恐惧和心灵的逃避 台长 希望大家懂得 佛法告诉我们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过去就叫past time past time就是过去了 如果你把过去牢牢的放在心中 你的电脑就会死机呀 所以我们要看破 要放下 要把握一个当下 胜过你一百个昨天啊